直播把8月25日训此前据媒体报道,由于上赛季欧冠比赛,罗马和利物浦球迷爆发冲突,欧足联将禁止罗马球迷客场观看新赛季欧冠比赛几场比赛。 日期,罗马总经理巴尔迪索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处罚有改变,球迷或可随队观看首个客场比赛,由于爆发冲突,罗马被罚款5万欧,而且此前他们被禁止将第一场欧冠客场比赛球票出售给球迷。 他表示,我很满意地宣布欧足联,已经减少了关于球迷观赛期限的上述,新判决位置是晋赛一场,具体场次缓期待定。 所以对于第一场比赛,球迷将有可能跟随罗马前往客场,很明显,我们会邀请行为专政的球迷,前往比赛现场。 而对于主席帕洛塔詹姆斯邦洛塔先生遭遇三个月的禁赛,我们也进行了上述,这个判罚有些过于严重,因为他只是对裁判的判罚表达了不满,新判罚结果将会在9月底公布。 在球迷冲突事件中,涉事罗马球迷休斯科,休斯科被法官判处了两年半监禁,而罗马方面为球迷组织者在奥利匹克球场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台,他们在无法触及到球场内的有机玻璃墙情况下,可以有序的带领球迷被球队加油助威。 这是自上赛季中期以来,我们致力于推出的一项举措,这是为了帮助克服,想遵守球场规则的球迷和友组织,球迷团体之间的困难。 这项举措可以为球迷提供安全保障,还不用对其加以处罚的方式,然而,只有两个人可以同时站在这个看台上进行指挥,我们确信这可以改善球迷在球场内的体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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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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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